像這樣子能夠相夫教職 能夠持家的 那幫我一起 這樣一起發展經濟的 這種女孩子真的不多 她滿身都是優點 納美滿身都是優點 她沒什麼缺點 她唯一唯一 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長得太漂亮了 這是她唯一最大的缺點 你懂嗎 大家好 那就於今天 有些 媒體的朋友 也在提到 包括很多網友在提到說 我跟我老婆納美 那很少合照 那也 平常比較少時間相處出去 那我現在想說 是不是我跟老婆之間 現在是 沒有在一起嗎 其實都不是 因為她本身她是 已經經營好幾年 她在做這個服飾的批發 納美在做服飾的批發 很忙 她每天早上 9點一定要出門 跟廠商對接 然後回來還要 請員工盤點 整理 還有很多事情要忙 包括她自己有好幾個 直播主在幫她帶貨 她是幕後的老闆 她自己是不露面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平常我也很忙 我每天都是要談生意 要處理公司的事情 其實我們兩夫妻大概就是晚上 睡覺之前 有辦法好好的 可能聊一下 如果小朋友在睡覺 她顧小孩 她睡覺我就不吵他們 夫妻八年來 老夫老妻的 我常講相處之道就是這樣 就是在同屋簷下 我們在生活 就是說她有她忙的事情 或我忙的事情 那平常就是說 她還是以小孩為主 因為小孩都黏她 像這樣子能夠相夫教職 能夠持家的 那幫我一起 這樣一起發展經濟的 這種女孩子真的不多 她滿身都是優點 納媒滿身都是優點 她沒什麼缺點 她唯一唯一 最大最大的缺點 就是長得太漂亮 這是她唯一最大的缺點 你懂嗎 你懂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柏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舒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沒 看什麼看 快聽任了 快了 快了 哈哈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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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